被刘欢追跑的星二代,是华晨宇最大竞争对手,却被认为是演员吴孙 湖南卫视歌手2018最新一期的比赛已经结束,大家都知道了最后一个踢馆歌手是霍尊 当这些在线歌手第一次听到霍尊这个名字的时候,有点如林大笛的意思 李锐脱口而出这个踢馆歌手是无尊,害得汪峰赶紧纠正 这也不能怪李锐,毕竟无尊参加了爸爸去哪儿,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个多月呢 说到无尊,现场有一个人比李锐还熟悉,那就是张韶涵 曾经张韶涵和无尊一起主演了偶像剧《公主笑妹》,可饰演了一对情侣哦 所以张韶涵听到无尊这个名字,顿时笑开了话 无尊出生于1979年,或尊出生于1990年,一个是演员,一个是歌手,一个要貌普通,一个巨浪清秀 真的是两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,只因为名字相似,就被人记错 北京青梅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,著名于平人吴清公指出 霍尊是著名歌手霍峰的儿子,霍峰当年因为一首大花叫文明全国 如今霍尊在音乐上取得的成就,已经不低于老爸 霍尊和华尊一样,都出生于1990年,曾被认作是最有资格挑战华尘于90后立歌的人 两个人都是音乐奇才,华尘于的舞台表现力更强,霍尊的声音辨识度更高 霍尊曾被刘欢和杨坤极力追捧,因为霍尊是第一季中国好歌曲的冠军 还上了杨氏春晚独唱《卷珠莲》,这是华尘于都没有过的成就 霍尊和李古一曾在湖南卫视元宵晚会上合作 李古一得知霍尊要去踢馆我是歌手的时候,大力赞扬霍尊无人能比,一定可以把馆踢翻 果然,霍尊踢馆成功了,接下来将和华尘于有更多的正面交锋的机会,精彩了 骑沙腿的�毙 骑沙腿的距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